张智霖和李嘉欣这天出席马场活动 焦点却被香港首富之子李泽凯和女友郭嘉文抢走 两人首都以情侣装扮事人 还有地大方的停不合照 不过就没有接受访问 李嘉欣和黄欣颖早在学是学妃时已认识 自从安心事件发生后 她也有传短信关心对方 但是去了去了都等她可惜 我有传过个message给她的 其实都没有怎么说什么 总之叫她加油 黄欣颖有费演出的剧集和综艺节目都被抽起 她有没有受牵连呢 我跟她之前合作过一套 雨蝶同谋 就是已经播出了 所以现在没有了 没有再跟她有一起拍的戏 之前见到张智霖瘦了不少 减肥成功的她是否要多谢亮亮呢 没有她可能就没有那个原动力 她的所有的讽刺啊那些都很重要 对 我觉得有啊 我觉得我是真的在我的计划里面 去进行我的那个所谓的减肥的那个计划 其实我现在最重要就是找一个动机 为什么要减肥呢 那一直在想 我觉得始终艺人还是要瘦一点 可能比较上进一点 在镜头前可能会比较 潇洒一点吧 那可是我认为健康不一定是瘦 我觉得大家也要根据自己的体型 根据自己的习惯 健康最好 最近郭富城公开吸引第二胎的好消息 他这个老友如何祝福得方呢 我当然知道真的很恭喜他 然后也知道他的baby很健康 那应该等他公布的时候 或是怎么样白日宴啊 那些应该会看到 还没啊 大家都忙 这里还报 澄澄现在与以往截然不同 原来一个家庭的影响真的很大 他已经是变了一个很深规的人 市场 以前不是 以前会出来多些聚会 现在少了很多 真的哦 小打边奴那些 是啊 很好啊 他变得越来越成熟 以前是不羁 潇洒 又不是这么说 那你单身和你有了家庭是不一样的 单身狗是不会明白的 香港报道 香港有明第二 used